来 咱们宣一个 这宣一个是东北方言是吧 是 喝酒粥一个例子是吧 对对对 宣一个 平常喝酒吗 不喝酒 爽的 没有 就是待会儿可能一看我这东北性格 尤其是我平时说话呀什么的 都比较敞亮 所以就感觉我可能老能喝了 但其实我平时低酒不沾 朋友都可以作证 东北哪儿的呀 辽宁大连 大连好地方 海边 是 但是我听这口 就像沈阳那片 对呀 因为我大学刚毕业 就开始演小品了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用东北话 史包袱可能会更 看连话又包袱 比较糊糊 对呀 但是就是平常也不这么讲 英老师喜欢他的表演吗 非常喜欢 谢谢英老师 我跟你讲啊 佳南 英老师轻易不夸人啊 真的吗 真的在这个舞台 我就是轻易夸人 但收 但收图非常 非常稀 陈老师喜欢他的表演吗 不是太喜欢 不细腻 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有性格的人 而且他非常有 自己的行为目的 他是要恋爱 需要恋爱了 而且他一定要温柔 在表现温柔和那个 暴力两者之间的选择的时候 就显得过于暴力 而且这种暴力呢 又套路了 你在行为这个暴力的时候 特别匆忙 匆忙的一顺手 就是 当然可能他是出手是这样 但是这种戏啊 美妙是在过程 你设置了两个点之间的 那个过程 他在瞬间要完成的一个过程 这是最难的 烦了 累疯了 为什么哭啊 陈老师说的不对吗 还是没听懂 不是听懂了 听懂了 但是我一直都沉醉于 陈老师说 我不太喜欢我的表演 他不是不喜欢你的表演 他是不喜欢你这个人 不是 我那个 他是 我说你不该来 不是 你走 我这个 其实我也经过这个阶段 孩子啊 当小品这种环境里头 就把所有的过程都斩掉了 那种表演 我们也被迫选择的时候 会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每一场演出 都在克服我自身的缺险 毛病 所以我看到你刚才那个表演的时候 我一下想起自己 我也经常犯这种错误的 确实就像陈老师说的 就是在这些场合多了呀 他急于要笑声 急于要反应 对 就是演完小品以后 我特别怕大家很冷静地在看我 尤其是我参加这样的一个舞台 我很希望能够 把大家的气氛给活跃起来 对 但是不能用廉价的办法 对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演的是什么 这是根 我们用这个最好的行为的状态 创作状态 来赢得他的笑声 那才是最好的 那陈老师你愿意教我吗 他不愿意 陈老师说了 不喜欢你 这怎么办 你有办法没有 不知道 你喜欢倾向什么 喜欢 喜欢哪一个团体 德云社 你不用为心 不是我真是德云社的粉丝 我喜欢郭其林 他还是个孩子 分两块说 刚才这个节目确实在编创上有问题 很多例子 那个这个编剧 不是你我知道 是那个天津的那凯大发那小子 原来是你啊 漂亮 盛伟已经在我这班里边 是的 我如果再要了你的话 低头不见抬头见 你觉得合适吗 孩子 所以我觉得应该先给他整出去 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咋整啊 刚才这个节目编创有问题 演员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我会推荐一下到英达老师那里去 来吧 三 二 一 走 谢谢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跟陈老师都选你了 接下来就是听你自己的了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陈老师喜欢我的表演 加油 陈老师给他一个录取的通知书 看着孩子哭的呀 接过了 来吧 不客气啊 努力 他的自控能力是非常强的 严格地说是一般的话剧演员 其实还达不到这种水平 所以就这一点 我相信他能够把自己那种好的东西 能够生发出来的 老师您说句话 听一下 嗯 你说句话 我我现在都有点 我这行吗 说话 你就不能等我哭完再踩吗 我一问我问题 我就还想 回到台上那种感情 那我那个别老哭了 别我这段采访的时候 一拨出来 哭了四十来分钟 从台上哭到幕后的 我就稍微缓一下 要么我老 哈 好